黑心过期食品 南投检方的大动作 扫到了知名的汪才记食品公司 由于这严重影响到公司的声誉 所以今天早上公司负责人特地出来澄清 强调绝对没有贩卖过期品给和亚 甚至还寄出了600万元赏金 要揪出篡改日期的变造商 检方查扣的两款过期瓜子 来源都指向是来自桃园的 这家老字号的汪才记 这个过期品 回来之后都拆包 导入编织袋内 打击这个变造的 或者有不法的一个产品 如果因此而破案 我愿意提供600万的奖金 为了挽救受损的商誉 董事长亲自出面 寄出高额600万的奖金 要大家帮忙抓篡改日期 再拿到市场贩售的黑心商人 新年快到 生产线忙着赶工 而卖不出去 以及回收回来的过期瓜子 全都会按照流程 将一包包的瓜子拆开分类 一种送给养猪护卫猪 另一种送到焚化炉 进行销毁 严格控管记录 过期瓜子绝不会流入市面 一包包的过期瓜子 全丢进回收车 翁才记不仅用动作抵制过期品 还记住高额奖金 想接此洗清黑心厂商的恶名 继续剪针锋 李文婷 桃园 采访不懂